我們從這個11月1日開始的這個出生就由專者醫師來照顧 我們是希望他在產期 結果最後一個產期 二十九週以後的照顧 把這個訊息給我們的產部 讓家長開始做所謂的未來的育兒規劃 了解未來孩子出生之後有什麼樣的照顧需求 為什麼需要一個專責醫師 那從產後開始爸爸媽媽也不用覺得手忙腳亂 就會有一個醫師共同去照顧這個新生 比如說我們出生還是疫苗然後看病都是在同的地方 醫師可以比較了解爸爸的狀況 他本來就知道大概現在是幾個月 然後是怎麼樣的發展狀況 那他在健檢之前他會先在那個來群組裡面 會等於說先提醒我們說 觀察寶寶現在大概是發展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可以在家裡觀察 然後看發展的狀況好不好 然後在門診的時候就可以跟他討論 然後要打疫苗的時候也會有提醒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胃膠 比如說如果寶寶中油炎怎麼辦 然後緊急發燒怎麼辦 然後各式各樣腸胃問題 就是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像以前可能就是上網查查看 可是也不太知道那個訊息到底是正不正確的 可是在這裡的話就是有診所給的胃膠 然後你就可以看看 謝謝大家